小米01810公布立行造车计划五个月后,昨日宣布小米汽车正式成立,注册资本为100亿元人民币。 集团创办人雷军在微博表示,小米汽车新同学,今天,一日,开学了。 小米今年3月底披露造车计划,未来10年将投资100亿美元,约780亿港元。 首期投资为100亿元人民币,由雷军亲至领军,他形容是压上人生全部的声誉,为小米汽车而战。 过去五个月,小米汽车团队进行一系列的用户调研和产业链考察。 调研访谈超过2000次,并与于10家同业,数十家产业合作伙伴沟通交流,推进汽车产品定义和团队搭建。 据了解,雷军亲自拜访长安、上汽、东风、广汽、上汽通用50、长城汽车等多家车企,更为汽车相关的商标和专利进行申请登记。 技术团队的建立也是小米汽车重视的一环。 小米副总裁黄祥早前曾表示,现阶段小米汽车的首要任务是,就是尋找超过500名专注在L4自动驾驶技术的人才。 截至目前,小米已收到超过2万份简历,已经早建约300人的团队,为加快造车计划。 小米亦持续投资和收购与造车相关的技术,包括早前施资6亿港元。 收购自动驾驶技术公司心动科技Deep Motion Tech,心动科技的四位创始人。 包括首席执行官蔡瑞,首席技术官李志伟,首席科学家杨恢源,研发总监张慈,均出身自微院亚洲研究院。 对人工智能算法有深厚经验。 至于在自动驾驶供应链上,小米亦有所部署。 内地激光雷达初创公司和蔡科技数月前完成3亿美元,约23.4亿港元,融资。 小米是其中一位领投方,并参与智能车供应链公司上海几何伙伴的融资。 小米昨日股价先跌后升,早段低建24.7港元后收复失地。 一度从上25.5元高位,收报25.2元,升0.8%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